不过随后爷爷拿出了一个瓷碗说道 把这碗也喝了吧 你的羊火说不定能重新燃起来 我看了看爷爷手中的瓷碗 心中一惊 这不是用来接昆昆猪油的那个碗吗 爷爷不会是脑子被驴踢了吧 竟然让我喝昆昆的猪油 我赶紧提醒爷爷 我的爷这可是猪油啊 你让我喝这碗意 爷爷说道 对 想让你的羊火重新燃起来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那就是喝用僵尸提炼出来的猪油 你要是不喝 那我就等着吃你的喜吧 没办法 只能喝猪油续命了 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猪油 我端起碗就往嘴里灌 喝完猪油 我就感觉到身体内内部寒意 正在慢慢的消失 爷爷说道 你肩膀上的两道羊火 已经燃起来了 不过非常小 我问爷爷 那我体内的尸毒怎么办 爷爷说 你体内的尸毒 已经被我清理的差不多了 多晒几次太阳就没事了 听到我爷说 这话我的心才算是放到了肚子里 紧接着爷爷就让我起来了 对我说 现在有好几个鬼都盯上你了 我们先去找到那个害你的女鬼 这一切都是他搞的 想办法把他除了 其他的就好办了 说完我们就出去找女鬼了 我们先去找重备了 就是新闻的事儿